再多也沒用 有些人雙胞胎研究 雙胞胎兩個基因是一模一樣 一個得了癌症一個沒得了 那你怎麼講 而且呢這種基因的聯繫呢 所以呢 你怎麼樣去推敲這個癌症 到最後 你還是要面對我們人現在 我們現在人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就是癌症 你還是要面對這個癌症 所以呢中醫 所以這個癌症呢 事實上他是已經疾病了後末期 中末期 所以中醫還是要注重養生之道 先把我們的精神 身體 尤其你的精神 精氣神 先養好 這三寶把他養好 然後呢 首先呢這個 皇帝內經上古天真論呢 首先就是說 我們養生的第一步呢 就叫甜淡虛無真氣從之 精神內守 病安重來 清心寡欲呢才是真正的一個 我們養生的第一步 好我們現在看一下中西的比較 因為為什麼 我們現在要告訴你 那你說 現在人類不是 平均中命增加了非常多嗎 事實上呢 我們在公佈初期啊 我們在公佈初期呢 譬如說我們台灣十大死亡原因第一名是 立脊 那時候呢大部分都是拉肚子死掉 那時候拉肚子的原因就是什麼 自餓自感菌 立脊感菌 還有很多細菌感染 所以後來呢還有什麼 還有那些傳染病很多啊 日本腦炎啊 然後什麼天花什麼一大堆 反正一大堆 很多感染啊 所以 從日本時代一直到現在 人類平均中命一下拉了30歲 這最大的工程是誰呢 事實上是公共衛生的進步 公共衛生的進步 讓這個人民的壽命呢 一定壽命拉高那麼多 然後至於說你現在 你說現在什麼高 比方高糖尿病 這些病 癌症疾病的控制 它只增加一點點 你知道嗎 但是它花掉人民 不知道多少錢啊 那你這個 20 例如說你這個 中西 我們當然要稍微 然後改一下西啊 西呢 你看這個 CP scan 它很先進啊 但是問題說你做多了 你都沒有別的問題 有些人說 他有一個研究報告曾經說 未來呢 這些放射線 會造成20% 癌症有20%的放射線造成 有一項研究是這樣猜測的 那我們中醫看病呢 它事實上是遵照傳統的方法 旺文問切 我們就事實上我們就可以看到裡面去啦 也不是說 也不是說真的開明目啦 事實上我們就可以根據這個五行的 五行相分相合原理 所以有很多人說什麼中醫是好像算命的一樣 他說研究怎麼知道我在幹嘛 那中醫呢 治本 西醫是在表面上 數就無 大概是 我們再看 西醫屬於實證醫學 是一個evidence-based science 它是個material-based science 就是一個物質醫學 那 它雖然可以探測很多無形的東西 但是很有限 但是我們中醫呢 是神傳醫學 為什麼是神傳醫學 它是皇帝內經傳下來的 皇帝內經是那個 那個 齊伯和那個皇帝他的背法 主要 而且皇帝內經呢 他本來不是為了醫病而做的 他是為了修煉而做的 他的醫學方 醫學的內容 只在皇帝內經裡面一個小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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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一部分 所以在基督呢 那告訴你怎麼養生 怎麼安僑 怎麼古納都 我都在講這些修煉的東西啊 所以你看歷史的話 皇帝最後怎麼樣 這個 他是升天去了 在飛到天上去當神仙 而且呢 你在史書上也可以看到很多記載 譬如說法國呢 法國他看到曹操 腦子裡面有長油啦 對不對 還有這個點却呢 他可以看到 背面的這個 隔牆 隔牆看霧啦 還有這個中醫的十二經過怎麼來呢 十二經過很多人猜 啊 他最想像的 事實上呢 是 因為那些修煉的人看得到 這些氣學的走向 他是看得到 所以呢 我們中醫呢 就是從這個 生命人體醫學 從這個 從有形走向無形 所以能 他是走人 靜靜靜靠人 而且有人說 有人說這個 對應這個西方的物質醫學呢 中醫是一個能量醫學 也有人這麼講 那你現在有多少人 例如說 他說這個西 西那個中醫不科學 但是中醫的確至少很多疑難雜症 而且呢 他有很多這個西方研究不出來的東西 但是呢 我們從另外一個角度 可以解釋他的原因 中醫是陰陽五行 陰陽五行呢 這個是一個中國古代 又存在一種 科學和哲學 他是這個物質世界運動的規矩 他甚至可以包含著 人的道德都可以包進去 所以呢 他是一個全任的醫學 例如說 這個例如說我們的耳朵呢 聽到美好的聲音呢 傳到其他的視障 眼睛 剛才呢 開窍一步 看到美好的景象呢 與其他視障分享 這些假設說 我們的仁義理智性 也包含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的話 我們的陰陽就會調整 股臟就會均勻 那中醫就是 中醫就是講平衡 道教就是講陰陽 他就是要剛好 失眠的人就是 陰虛陽抗 不平衡 他就會生病 所以呢 你在這個 一個整體的協調狀態下 人就是 人就是健康的 那我們再進一步講呢 那為什麼皇帝內經 他的道理呢 超出現代人 他的想像 哪裡超出想像 第一個他的 五行學說 帳相學說 他的經絡學說 這陰陽五行的理論呢 通過補屑 而且中醫治病 不像西告訴你為什麼 他是直接告訴你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學中醫的人呢 不能問老師說 老師為什麼 甘心疲配症 對應到那個 木活土地水 老師說你不要問了 為什麼 你法脈的時候呢 這個食指呢 要放在前面啊 吳明子放在後面啊 我可不可以倒過來啊 好你倒過來 我打死你 好就這樣 好中醫 好 這道家 哪有給你 道家是很兇的嘛 老師 告訴你這樣就是這樣 你不能問老師 老師為什麼我每天早上起來都是吃飯 都是吃這個饅頭 中國古人就是這樣傳下來啦 所以你這個 你就好好學啦 古人照著你這樣子 你知道為什麼皇帝他知道嗎 他齊博他知道很多道理嗎 因為他 他的高知與常人層次嘛 所以呢 這個陰陽五行呢 你就要問問 為什麼會有木活土地水 你不要問啊 問 你就問你自己從哪裡來就好 你也不知道 所以呢 所以我們講一講訓的就是說 這個中醫呢 它是有淵源的 它淵源呢 是由皇帝內經 皇帝內經呢 它傳下來呢 它是有一貫的系統 然後歷代出現很多大義家 都是有一貫的系統 然後 然後 這些呢 這個 它這些 這個天地間 本來就存在的道理呢 高知常人的道理 我們就可以從它為道 好 這個我們就是 那這個醫道呢 只是道的其中一小部分 那我們還有很多道 我們 經過很多傳說啦 仔細中來發 經過 這些很多 高層次 的神話傳 這些傳說啊 還有故事啊 都可以讓我們 去聯想 為什麼中醫 會這樣發展啊 好 道家醫術 不管怎麼樣呢 它就是存在的 你在怎麼否定 還是有人看中醫啊 還是很多人 還是很多人 在 在接受中醫的治療 所以呢 我的結論就是說 在這個層次上面 要下個小結論呢 就是說 我們 從這個中醫呢 我們可以提升到 更高的東西呢 就是修煉 什麼叫修煉呢 你真正的一個生命 你的生命要長久 你光吃藥 光養生還不夠 也許呢 你通過修煉以後 你的身體 你的體內的 這些細胞呢 會轉化成 更高的那樣的物質 所以你的身體 會更健康 你活得更好 你的 煩惱更少 這是今天要引出來 一個話題 那另外一個問題 就是大家很關心的 一直要問的說 如果今天我們中醫 完全帶地西醫 可不可能呢 今天這個問題呢 事實上是不可能的 為什麼 因為 這個社會已經發展到 這個地步了 今天這個人呢 他就已經習慣了 就是要種現實了 例如說 你今天去看感冒 你就是要立刻 例如說 你要看咳嗽 現在外面的診所都在比 看誰先把咳嗽 把它治好 誰就是好醫生 所以你咳嗽超過兩個禮拜 他就加了一個診 就加下去 然後你要急救 要擦呼吸管 要打生壓術 然後要做一些 比較複雜的手術 這些都沒有辦法避免 因為現在社會已經發展到 這個地步了 那中醫呢 我們中醫西也是同時存在 但是呢 中醫他是從不同的層面 去思考問題 中醫不但要依你這個人 而且要把你的道德 都要提升上來 所以他講說上風智慧病 他不但要告訴你 你怎樣生病 怎樣不會生病 而且他還要有一種 他有一種 他告訴你怎麼樣 你的道德能否更加的提升 怎麼樣養生 教你怎麼平常做一些 什麼養生的一些活動 從種各方面 所以一個事情呢 假如你從不同的角度去思考 你可以得出不同的答案 例如說 我們其實一定要有現代的科技 現代的飛機 現代的手機 現代的電子資訊系統 那你看看 有利就有弊嘛 譬如說現在電腦 很多小孩都沉迷在電腦 所以很多事情呢 假如說我們跳桌 跳桌出來 從另外一個角度去切入 這個看這個問題的話 我們可以達到一個 我們可以 看到一個不同層面的一個答案 看到不同層面的景象 也可以得到不同 不同層面的結果 這就是我今天 剛剛講的這些內容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 各位今天